Ultraman G, Royal Megamaster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杰德奥特曼的玩具 那分别有王者之剑 杰德奥特曼皇家形态的软胶 还有这个奥特曼六兄弟的奥特胶囊 那这个胶囊呢,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 它可以发出最强的防御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包装 那这是一个发光还有发声的玩具 然后这里面有一把王子之剑 还有一个奥特之王的胶囊 这把王子之剑的包装有很多精美的图片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然后是包装的下面 这是皇家形态 包装的背面是玩法的介绍 第一种玩法,我们可以用王子之剑和奥特之王的胶囊 变身成为皇家形态 第二种玩法是这把剑又可以变成杖的模式 还可以发出攻击的音效 第三种玩法就是可以和电视上一样 利用这把王子之剑发动三种必杀技呢 最后一种玩法就是可以装载奥特六兄弟的奥特胶囊 发动他们的必杀技能 看起来非常的有意思 另外我们还可以像电视上面一样 用贝利亚和奥特之王的奥特胶囊 召唤出王子之剑 接下来让我们来打开包装 看一下这里面的玩具吧 这里面有一张玩具的使用说明书 这是奥特之王的奥特胶囊 它发出的光是七彩的光 这是王子之剑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把王子之剑 还有奥特之王的胶囊 召唤出皇家形态呢 然后还可以用它来攻击奥特曼的怪兽 这把剑主要是以黄金的颜色 还有红色的色调 看起来非常的酷 要发动这把王子之剑 我们需要三颗七号的电池 安装电池之后 王子之剑就可以发声还有发光了 让我们来打开 这是王子之剑的登场音效 说的是王子之剑 王子之剑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战的形态 那就像这样子 然后剑的形态是这样子拿着 那我们可以用剑的形态来攻击贝利亚 这是战的形态 然后按下这个按钮 可以发动攻击 剑的形态这里也有一个按钮 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发出攻击的音效 这把王子之剑的前面还有红外线的感应区域 那我们用手划过它 就可以像电视上面一样发动臂杂技 这是发光的部位 可以发出七种颜色的光 然后上面是装载奥特胶囊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把奥特之王的胶囊放在上面 然后拿下来的时候 背后这里有一个按钮 轻轻一按就可以把它轻松地拿下来了 这是喇叭的位置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杰的奥特曼皇家形态的软胶玩具 它叫做Ultraman Zid Loyal Megamaster 就是皇家形态的意思 又叫做皇家大师 他的脸和杰的奥特曼的原始形态长得很像 然后他的彩色计时器 是杰的奥特曼的彩色计时器 而且他还有一个披风呢 这个披风看上去非常的帅 他的手可以动 但是他的身体不可以转动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变身 成为皇家形态吧 Zither Harp Kingshtoro Kingshtoro 機培 Ultraman King 強 confirma sucked จ太 那这样子我们的皇家形态就变身好了 接下来是第二种玩法 那就是发出攻击的音效 这是这样的模式 那我们可以听到剑击的音效 接下来我们又来发动三种必杀技 首先是第一种 那我们用手扫过一次 才会说出1 用手扫一下就可以发动第一种必杀技 然后我们来扫两下 它就会发动第二种必杀技 接下来是第三种最强大的必杀技 那你们学会了吗 王子之剑的必杀技发动方法 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发动必杀技之前 有先按下这个按钮 然后用手扫过前面这个红外的区域 扫几下就会发动第几种的必杀技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捷德升华器 召唤王子之剑 我们还可以听到特殊的音效呢 这里再扫一下奥特之王的将军 就可以发动音效 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接下来我们要用奥特六兄弟的奥特胶囊 发动最强防御 除了王子之剑可以发动奥特六兄弟的特殊能力之外 捷德升华器也可以发动奥特六兄弟的联合攻击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音效 除了王子之剑 動火 啪召唤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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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我们可以同时听到奥特六兄弟的必杀技音效 非常的酷哦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玩具 有这一把王子之剑 然后还有杰德奥特曼的最新形态 也是最强的形态 皇家形态 而且我们还介绍了活动的奥特六兄弟的奥特胶囊 还有这个非常酷的奥特之王奥特胶囊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哦 橙子乐园会继续给大家介绍最新的杰德奥特曼的玩具 更多更好玩的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